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是真正的领导 所以下面我就简单的讲两句 希望我们这个比赛赛出风格 赛出水平 哇 诚哥很好 今天 好 已经两帧了 我的结束了 领导两灯已经很不错了 确实有点尴尬 你知道吗 就喜剧和领导这两个词就很尴尬 尤其是我们公司全是喜剧演员 他天天讽刺领导 对吧 自从我上任之后 哎 上任 自从我上任之后 他们就天天讽刺我 说是妈 喜剧跑得快 全靠大头戴 确实带的还可以 带的还可以 确实脱口秀演员和领导 这两个词之间就有天然的矛盾 脱口秀演员 大家想一下 一般就是聪明的穷鬼 公司的领导 有钱的傻子 所以我一开始就觉得 我才不要为了钱当傻子 但是老板把一堆钱摊在我面前 说傻了吧 这个 其实我答应做领导 其实是想打入领导的内部 就看看他们为什么这么傻 加入之后我发现 这不大家都挺棒的吗 就当了领导之后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的智商直线下降 就每天都在下降 我都感觉我自己的智商 快扛不住了 再傻下去就得当董事长 我怎么把这句话说出来呢 董事长在这看呢 没关系 他听不懂 当领导去做卧底 我还是发现了 公司的很多的秘密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我们公司不让说谐音梗 谐音梗扣钱 其实是因为谐音梗太简单了 要留给领导讲 我当领导第一天太爽了 真的 我说了一天的谐音梗 没人管得了我 全是让人笑不出来的大烂梗 可把我的下属们笑坏了 当然当领导还是有些不适应的 就是原来不当领导的时候 开会我是时间就很随性的 我就想什么时候去 什么时候去 当了领导之后 我就不能这么随意了 我必须最后一个去 我万一早到了 我还得躲起来 有时候还会遇到 躲好的董事长 就是而且开始的时候 我很不适应 因为我每次老是准时到 为了提醒我自己 我还在我的办公桌上 刻了一个碗字 当然这个当领导 还要做年终总结 对吧 还要写什么数值报告 其实就是大家一块吹牛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吹 是第一年当领导嘛 我就在我的PPT上 瞎写了2021年 要实现三个翻译翻 2021年 要实现笑点翻译翻 脱口就大王总量翻一翻 但我讲的时候 发现我只写了两个 没办法 我只好说PPT翻一翻 大家听出 当领导之后的梗 就是这样 不要要求太高 而且当领导之后 还是有好处的 就是我的家人特别开心 因为我是一个山东人 他们再也不催我考公务员了 但是他们只高兴了 没几天就开始催我 说儿子 你现在这个级别 你什么时候能当上领校园 是不是等李诞退了 就轮到你了 我这不可能 我说他比我年龄还小呢 我爸说没事 李诞虽然年龄小 但他身体差 所以我现在天天陪李诞喝酒 就怕他身体突然好起来 最后呢 我想说 其实当领导 当喜剧领导 脱口秀的领导 还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培养了很多的新人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而且他们都很尊重我 过年的时候还给我送礼 跟我说 明年的脱口大会 诚哥一定要照着我 我说没问题 你只要记住一点 脱口大会PK的时候 千万不要选我 诚哥给你跪下来 所以当领导很不容易 谢谢大家 我是陈璐 谢谢 然后我是陈璐 这个喜剧领导 is coming啊 今天再给大家 简单的讲两句 小周刚刚的表现 还是很棒的啊 早上送给小周 但是有点抢领导的风头啊 太炸了 算了 我还是简单的讲两句吧 我是一个山东人啊 这个我们大家对于当领导 有着天然的向往 小时候小伙伴们 一起玩过家家 六个小孩 我们有三个爸爸 三个妈妈 没有人当儿子 当然三个爸爸 还有一个正爸爸 两个父爸 当时我就是一个父爸爸 我太渴望当正爸爸 我跟他说 我什么时候才能当上正爸爸 他说你不要着急 小朋友 以后我这个位置就是你的 我现在四岁 等我干到六十岁 我就退了 而且自从当上领导之后呢 我爸真的开始对我的 拖骨秀表演提建议了 他说你作为领导 你讲话节奏太快了 你说话一定要慢 要等 不管你讲了什么玩意儿 你只要等 一定能等来掌声 还是我的爸爸好 当领导以后呢 其实我身边的 拖骨秀演员们 都特别地尊重我 对我很客气 尤其是很多新人 跟我说 诚哥怎么能在 拖骨秀大会 取得好成绩 这时候老人就 跳出来帮我说话 说你们怎么说话呢 能不能问点 诚哥会的 新人也很委屈 问啥 诚哥会的也不多 这个我确实在节目里 上次说了 我在上海的公司 当领导了 哇那个老家就传开了 但是越传越邪乎 传着传着成了 我在上海当领导了 亲戚们出去都是 哇我大侄子是上海的领导 提他好使 我爸妈 也不跟亲戚们解释 你看他们 不信谣不传谣 也不屁咬 而且这些亲戚们 还问我爸 说你儿子这个喜剧领导 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干部 我爸说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职级 反正他的工作吧 就是每天给人到处讲话 而且听他讲话 还得给钱 然后亲戚们都 他还收钱呢 那你儿子这领导 估计当不了多久 听说我在上海当领导之后 老家真的有人托我办事了 就是我的亲戚跟我说 孩子考较大差两分 你认不认识较大的人 能不能给我办 我说较大的人 我倒是认识 但庞博能不能办 我就不知道了 估计已经辍学了 我当上领导之后 我爸妈是心态变化最大 他们天天在盼着 有人给我送礼 都半年了都没有人来 他们都着急了 说我爸说 就没有人求你办事吗 怎么连个送礼的都没有 为了让他们放心 我只好给自己买了礼物 求同事送给我 而且我去同事那里 我还得准备两份礼物 我跟同事说 这份是我送给你父母的 这份是你送给我父母的 因为我老是送礼 导致同事的父母 都特别喜欢我 还问我 哎呀 你在公司是个什么官呀 我说我是父母官啊 这个公司真的 我现在真的是领导 公司还给我配了一个司机 但我经常忘了 我有一个司机 就是有时候司机送我 去一个地方开会 我开完会 自己打车就回家了 留下司机在那里 苦苦等待 等到半夜 司机给我打电话 说诚哥你在哪呢 我突然想起来 哦对啊 我有一个司机啊 这怎么办啊 我只好说 等等我 我还有半小时开完会 我赶紧自己打车回去 这个自从公司 给我配了司机以后啊 我的打车费 是成倍的增加 当然作为喜剧领导 其实我在公司 也不敢有脾气 因为大家知道 我管的这些人 对吧 很可能一上完节目 一下就比我红了 你说我刚骂完人家 人家就拿大王了 我就很尴尬 是吧 大王都是领导不好 我也没想到 你也能有今天 所以每次脱油大会 刚录完 是我脾气最大的时候 因为距离下一个大王 还有一年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的脾气就越来越小 然后脱油大会录制期间 我的脾气就变得 无比的随和 我甚至都忍不住 恭维起来 而且他们都很纳闷 说哎呀领导 你怎么老是拍 我们的马屁呢 然后有人说 没有啊 他们没有拍过 我的马屁啊 废话你都淘汰了 谁要拍你的马屁 最后呢 今天是跟邱瑞比嘛 小邱啊 这个 我今天也没有啥压力 对吧 赢了就是领导好 输了就是领导 领导的好 当然了我还是希望小邱 好好地发挥 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恰到好处地输给我 因为我再也不想拍他的马屁了 好谢谢大家 我是陈鲁 谢谢 谢谢陈鲁 三 二 一 请锁票 还是很好 陈鲁还是很松弛啊 整个这季都很松弛 对我觉得 既然都会过去 那 他就跟人生一样嘛 人生总会过去的 这个 没有 现在确实 我觉得跟他们 没有啥可比的 我觉得 我觉得陈老师这位 就特别放松 他这一季都特别放松 对 特别好 以前 有什么目的吧 才会迷路 现在他感觉是 三三步聊着天 就已经 说得很棒 溜达式的 透个笑 溜达式透个笑 靠谱 感觉 陈老师没少观察 自己的领导 身边全是领导 因为我们公司 我原来就是 他们几个合伙人 以下的一个 没有名分的人 没有名分 所以天天在观察他们 后来终于有了一个 领导的身份 就很自然 很自然 我们挺像的 中年迎来了 事业的小高潮 也没遇到什么 中年危机 都是中年契机 也 不能这么说吧 我现在其实生活 生活还挺苦的 吃够了感情的苦 很苦很苦 谢谢诚哥 谢谢 进入等待区